嗨,Joseph和Kiko你们好,谢谢你们特别抽空今天下来 让你们分享一下你们觉得说买卖物质的过程 我们从你的邻居那边学到什么东西 他跟你讲卖他的物质和其他东西等等 主要是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跟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的朋友 他同样是上海人 然后他跟我们分享说他把房子卖了 然后我想说哇,你在这个时间卖房子会不会不合适 然后没想到他跟我分享了很多 我觉得现在正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然后但是他跟我提到一点 就是他在卖房子的过程当中花费了大概半年的时间 对,半年的时间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不可以就是时常开放给就是其他的客人来看 所以他就是很灵密的时间去让人家来看 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将近用了半年 所以本身我卖房子的计划也是从六月这样 一直到准备到今年年底了 也是花费半年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 希望可以卖的价钱可以就是达到我自己心理的价位 所以就是这个是原先的计划 对 因为这是Kiko的朋友 据我所知 他们之前也拿到一些offer 但是价钱没有到他的心理价位 所以他们大概花了七个月时间 最后就是成功卖到他的心理价位了 对 所以我们当时计划也是可能按照这个算法的话 差不多也要半年到一年时间 这是我们的计划 OK OK 很好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们 说这是你觉得说你会在半年到一年之内 那我们在多快的时间内把这件物质给卖了呢 当时你跟我说你最慢的时间是三个月 我当时就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我想说我朋友卖了半年 你说你三个月 我当时想说我们那边说实话不是很好卖 然后就想说你说三个月好吧 你三个月三个月了 我就相信你了 但是其实心里面是想着还是半年的 没有想过这么快 对 对就是远远超过我的预期 再者就是因为我们我工作的关系非常繁忙 所以就平时根本没有时间安排这种让人家来参观啊 所以只有放在周末的时间 那如果放在周末我还有小孩要照顾 父母年纪也大 就是只能安排在周六下午一个固定的时间 让人家来参观 同时因为COVID的关系 然后每天的人数也只有四个人 去除你以外其实只有两家人可以看 其他的都要通过视频的一个方式来呈现 所以我觉得在疫情期间 看房子确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但是我们真的卖掉这个时间是真的是飞速一样 所以只有两个周末的时间 加上周六周日这样的话大概就四次 然后可能一天里面我们看的人数 除了就是到现场以外 可能还会有三到四家 是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进行的 所以整个过程是真的非常快 远远超过我的预期 我们是从六月五号开始 准备了在六月二十一号就卖了 因为六月五号的那个拜六礼拜 刚好我们需要说准备拍照 那你自己本身觉得说什么东西是你需要做的 需要准备的 当我们在卖这间屋子的时候 会不会很容易准备呢 OK 其实我觉得第一就是要找一个好的应用 就是可以帮助你去寻找更好的客源 对吗 这是第一点 然后就是agent他在时间配合度上 能够完全符合我的所需要的要求 比如说我的limit的时间很少 我没有办法 我可以拖长卖的时间 但是我不可能请假 然后星期一到星期五天天开房 这个我做不到 所以要在双方能够达成一个共识的一个情况下 去把那个房子卖掉 那么这是第一要找个好的agent 第二作为我自己来讲的话 可能我也没有做特别多的功课 就是把房间收了 稍微干净一点 对吗 然后因为我家里人多 因为我是我父母和我一起同住 然后还有包括小孩 小孩的东西也比较多 然后所以就是你要需要花一点时间 稍微整理一下 但是也是还原真实的生活状态 不能把它变特别夸张 但也没有任何意义 对因为每个周末都要弄 其实也很累 然后我们其实是双方都做工的 两个我们两个都有做工 一到五都非常忙 所以也只有周末可以开放 给那个买家来看房子 所以时间上面安排 然后再加上小孩子不能在家里 这样会影响到人家来看房子 最好是带出去 所以我们要向双方要配合时间 所以每次都是 就是话 如果说时间拖得太长的话 对我们的生活中是会有影响的 所以越早卖掉 当然是对卖家来讲是 不影响生活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这次的话 没想到那么快 所以后来回想一下 确实是蛮顺利的 真的是很顺利 对对对 确实是这样 因为小朋友在家里可能会打扰到客人会看 所以当时一个收拾 还有一点就是刚刚他前面补充的 就我们尽量让家里的人数变少 就是可能就有一个人在 然后这样的话 参观的人进来 他们想要好好的看房子 也可以有更大的空间 而不被打扰 对 所以我觉得说要成功的真正卖一间物质 是不只是说单单卖而已 也是要考虑到时间的安排 对对非常重要 然后也是工作方面 还有孩子方面 还有父母方面 因为你 不只是单单 你们两个住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 当然我们也是要好像说 对我们的房子很了解 那我们才可以真正的 把它的value给带出来 对对对 所以那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朋友现在有打算要卖他的房子 很快的卖他的房子的话 你会怎么样的跟他讲呢 当然肯定把你介绍给他 这个就不用讲了 因为这个已经是一个事实排在那里 因为我跟我同事他们提起 我说我要卖房子 然后隔了两个星期 我说我卖掉 我同事他们都觉得非常吃惊 对 然后这么快 对呢 我说其实 而且说实话 价格也是超出我们本身的预期 对对 这个因为本来我们想半年 就是想能够达到我们的预期 我们就卖 但是在这个两个星期里面 他已经超出我的预期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点 所以当然会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 我们的我们的买这个房子 已经是second hand的房子进手了 就是说已经比较高了 高位进去了 所以本来想如果住了那么多年了 然后再出手的话 按照市场上面 当然也有人卖高了 但是大部分情况都是会低过 或者低过你买进的价钱 这个是一个行情是这样的 私人住屋 私人公寓 是这样子 所以最后卖掉的价钱 是比我们买进的还要高 我们也是很感谢Jickson 这个我们觉得很满意 满意我们的那边 谢谢 OK好 谢谢你们今天的时间 谢谢 OK